男人戴上后视眼墨镜 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骷髅人 吓得强哥急忙取下墨镜 却发现骷髅人又变成正常人 可旁边卖报老却不受影响 而还老手中紧握的钞票 只要戴上墨镜看只是一堆白纸 他发现世界开始变得非黑即白 但只要取下墨镜 世界瞬间恢复成正常模样 原来这些骷髅人都是外星人 强哥戴着墨镜在大街上观察 此时大量骷髅人正在做头发 购买奢侈品都是外星人 但服务打工者却是正常人 很快强哥闪现到一家高端超市 里面买东西的都是骷髅人 并且个个都是富道流友 就连正在演讲的村长也出现异常 看来地球已经被外星人控制 强哥突然被中年女孩撞了两下 看到对方也是恐怖的骷髅人 强哥立马骂他是丑八怪 中年女孩得知自己已经暴露 随即对着手表发出求救信号 吓得强哥急急脚逃出了超市 却被一坨浮井给追赶到角落 没想到浮井也是骷髅人 幸好强哥在武当山坐过厨子 伸手也是相当的nice 三下五除二就把浮井打倒在地 并抢过来一把手枪直接扣动扳机 随后他从警车里找到一把猎枪 本想到银行里躲避一阵 没想到里面的骷髅人更躲 为了替天行道 强哥毫不犹豫扣动扳机 毫不犹豫对着外星人疯狂扫射 这是一坨骷髅人躲在角落请求支援 强哥见此立马举起猎枪 谁料下一秒外星人突然闪现不见 等强哥从银行里追出来 已经成为全程通缉犯 他无奈之下劫持一名原质 强哥跟着西施来到他的闺房 并不断诉说自己今天所见的一切 西施听完之后根本不相信 还趁强哥不注意将他从娘台推下去 瞬间连滚带爬滚下山坡 幸好扶大命大并无大碍 只是摔伤了第三条腿 随后强哥找到好闺蜜捞头 但捞头也不相信有外星人 最终强哥只能强行给他戴上墨镜 果然看到人群中两头骷髅人 他也终于相信强哥说的话 并从墨镜生产商得到一个地址 根据地址两人来到一栋野外别墅 里面所有人都是正常的正常人 原来他们早就发现地球被入侵 就在众人商量如何消灭外星人时 突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外星人此时已经闯了进来 对着正常人类就一顿机箱扫射 就在这生与死的紧要关头 捞头通过研究外星人的手表 意外打开一个圆形的洞口 两人立马跳进洞口查看 顺着隧道来到一间豪华的酒店 占领地球就在这时已经喝八斤老白干的颠扭 以为强哥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哥 于是就带着两人到基地参观 意外来到外星人的传送来 强哥见此想到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们直接干掉控制式的外星人 枪声直接惊动了守卫 经过一顿机关枪火力的营压 直接打死了大量的外星人 强哥趁此机会往楼上跑去 并一枪打烂了外星人的信号塔 随着信号塔被破坏 最终外星人也露出如山真面目 并成功阻止他们占领地球的目的